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带你去到哥林多教会 我们看到哥林多一家教会问题很多 但他恩迹都很多 天父求你用你的话语带领着我们教会 让我们在这里一家教会 究竟最得神的喜悦是什么 求你给我们一个聪明智慧 和一个谦卑的心 能够在哥林多前书 部分的话语里面神思明辨 我们知道信上面有一些难解的地方 求天父用你的智慧帮我们一起去分析理解 让我们真正明白那种真理的道理 以上简短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阿们 大家好 又到下半周回归陀罗茶经之夜 今集就去到哥林多了 神行太保终于走到哥林多了 哥林多教会究竟是什么教会呢 我可以说真的很多事的教会 问题多 犯的错又多 偏差又多 而且恩赐又多 钱又多 人又多 看来是一间好的教会 硬件齐全的 那些人特别有聪明智慧 我都要讲讲哥林多的背景 哥林多的城市可以说是大城市 大城市来的 在希臘半岛 欠一个很出名的商业城市 非常繁荣 亦都是很多机会 很多商机 亦都培育很多人才 无论做生意 甚至是其他方面 学术性的 也有很多人才 那时候 你知道希罗文化 都很大影响到这个城市 那时候出了很多思想家 或者哲学家 哲学家很喜欢想 这里不要批评哲学 对不对 但是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或者他们究竟是研究些什么 他们是用人的智慧去思考这个世事 用人的智慧去试图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他也是用这个目标做出发点 那究竟好不好 那当然 我绝对不反对别人思考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思考能力 但是问题 有些事情是否我们很用人的智慧 可以解决的 或者找到一个答案的 那你上个主日 听我讲传道书的分享 約百计分享 你都知道我们人是好 又很有限制 有很多事情 无论我们怎么想 我们怎么猜 我们怎么去量 都是量不到神的作为 我们是永远猜不透的 那当时那班 很有学术的那班人 就很喜欢这样去想 想很多的东西 那当然有些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有贡献的 亦都不可以完全说一概而论 全部都是不对 但是问题出现了 当这些东西你加进去信仰 加进去真理那里 其实会产生一个冲突 我们的真理百分之一百 是来自神的智慧 而当你加进了人的智慧 就等于跟加拉太教会有另外一些问题 就是你潜见了一些信仰 一些价值观 一些想法 一些所谓熟悉的智慧 如果这些智慧是对的 这些智慧是很厉害的 那就没问题 但是你知道人的智慧的确有限 特别是用在教会那里 就会产生很多跟熟灵原则的冲突 所以你看到很怪 高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硬件齐全 那么多那么厉害的人 那么多有知识和口才的人在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 这里有十六章的书 头一章至第六章 全部都是在说他们的一些问题 总括来说 我们今次分到第一集 就看头六章 最主要有一个很特别的道理 我就跟大家分享在高林多前书 就是不是关于有什么恩赐 是关于一个很复活的奥秘 这个是在十五章那里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十五章 很详细讲了 当然我相信保罗在这个启示 真是神直接启示他 他的状态是如何 很值得我们去了解 好吗? 那我们马上出入第一章 看看保罗 骂他哪一件事 奉神指以蒙照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和兄弟所提尼寫信 给在高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成圣蒙照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柱求告我 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善我们的主 留意第二节 保罗有一个很客气的说话 保罗一贯的写作方法 有时都是先给你一些糖尿 然后就严厉一点 客气一点 先君子后小人 说笑的感觉 第二节大家留意几个字 他提醒在基督里成圣的 蒙照作圣徒的 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看完《不多前后》 你知道有一间教会 那些人如果有这样的行为 如果定性今日来说 其实都已经是易端的 已经是很多问题的 根本是 和圣徒这个字是很不吻合的 保罗就是故意地说 提醒你们 你或者可以是一种讽刺的写法 你们圣徒利加 为什么你们会 这样的 接下来就说 以及在所有在各柱求告我 主耶稣基督知名的人 这里也提醒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很强调一件事 对一间 如果是 自觉自己 这么熟灵 或者这么有恩赐的教会 需不需要这样提醒他呢 就证明他们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们 不觉得基督是他们的主 不觉得是我们的主 就是他们觉得 这样说 所以第一、二节 已经暗藏这个玄机了 愿因为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恩神在义 基督耶稣女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 凡事 付足 口才 知识都传備 那便继续赚一赚 这间教会真的很腐足 因为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上层人士 白领 可以这么说 是一些很有知识的 学术性的 或者商界里面的领袖 这些高层人士 他们一定是 钱不缺的 神都不缺钱 所以你别以为有钱 什么都可以 口才 知识 这三样东西都是中性的 但是如果你给这三样东西 作为你夸好的地方 作为你值此去倚靠 而不需要靠神的时候 这三种就变成你的致命上 你可以讲真理 但也可以讲是非 可以讲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 知识也是 如果你的知识是来自人的知识 也不是说人的知识不重要 但人的知识高过了真理 有时就要小心 正如我为基督所作的见证 正在你们心里得以堅固 以至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用不及人的 即是恩赐是多的了 所以说一间教会 是否真的恩赐多 就好呢 但如果一间教会里面 原来 一间多恩赐教会 他们对很基本的 真理尽量都未清楚 十字架的真理都未清楚 復活的真理都未清楚 那些恩赐有什么用呢 他日必堅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事被他所召 好与他而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召的人很多 损伤的人很少 但是我们是被召的 所以我们是被召的 所以一群教会 我们现在 全部应该都是属基督的 召了进来的了 好与他而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变成合一 变成有这个机会 帝兄们 我借着我门主耶稣基督的名 勸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那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分党 不是一心一意 亦不是彼此相合 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呢 我第十一次 原来隔来是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醒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原来就有一个叫隔来是家里的人 就走来跟我说 打小报告 说你们有人很多纷争 这里保罗的处理方法 我们要小心 是不是百分之百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 亦都需要有智慧 这里保罗就提醒 通常我们一般都很醒目 有打小报告 打明信 不会提名 你不提名 第一可以保障 我说足够 你揍背脊 我希望你们明白 提起这件事 打小报告的人 但保罗这个做法 我觉得有挺好的 当然只要那个人不介意 如果有人不介意你提他的名字 他这样做 第一 不需要大家乱估 这是第一个好处 如果不是大家互相猜疑 是不是你讀 是不是你讀我 其实更加未必是一件好事 第二 第二 这样亦都证明了这个隔内事家的人 是有爱心说成实话 真真正正彰显 但是呢 如果我们应用在今天 当然也要那个隔内事家的人 如果有人同意 或者他不怕 因为如果有些人说 真的想说一些东西 给个教会的领导 然后叫他处理一些问题 如果他说 不过你不要说我说 我们都要尊重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做法 不是真理 不需要当是一定对的 但是我便会看情况 但当然 这个隔内事家 如果他肯敢做 我觉得这个很好 爱心说成实话就是这样 不需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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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关心教会这个问题 因为分党是分裂的开始 动路是杀人的开始 是一个根源 所以分党是好不好的 在教会里面 但是你要去看什么叫分党 不是说大家一班人 我喜欢和你们几个聊天 我几个熟悉 我就少跟他们聊天 这样叫分党 你要记住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一样东西都要看动机 何为分党 为什么要分党 什么都要是 我们看信仰的偏差 也是 为什么会偏差 它又有什么根据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动机是什么 以及它的根据是什么 12节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门国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阿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 我是属基督的 看来有四大派 有一派是属基督的 哇 有一派是基督派 原来 基督党 有保罗党 阿波罗党 基法党 基督党 拖着基督下水 原来 在那个情况 我说 我党党都不是 我是属基督的 那都变成是一个党 因为你 不同他们 是同一个想法 原来都是变成一个问题 所以 保罗要处理 是这四种不同的 说自己 说自己 属于不同领袖的党 他们要合一 理由是什么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不是保罗钉的 我经常都说 我们要知道 究竟谁为我们钉十字架 是吗 那我们就跟他 他在武福里面 给神简选分别为圣 然后在适当时候 耶稣向他演言 他在最适当的时候 虽然他不是跟着主耶稣 做他的门徒 他在这个时间 因为他有几个身份 神是会使用的 第一 他精通《旧约圣经》 第二 他的性格是很热心的 不容易放弃的 第三 他有罗马这个身份证 他是神简选是有原因的 那 他不可以代替了基督 他也不可以说 那些人是属保罗 那些人是属保罗 那些人是属阿波罗 那些人是属阿波罗 那些人要说阿波罗是谁 看《斯堂船传》18章 阿波罗都很聰明 他亦是很热心爱主 亦是讲解圣经很聰明 基本上阿波罗 他有很多学识 他和保罗基本上是没有冲突 保罗拉密完全没有冲突 但问题 那些人为何要这样分发 我们就要看了 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施报 并该由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 我也给士提反加施洗 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 士提反不是那个士提反 不是被人扔死那个 基督差映我原不成为施洗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算用智慧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下落了胸 那保罗最重要目的就是自己传福音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 喂我是你施洗的 那我就跟你 那我不是跟你施洗 那你不用跟我 这些是人的智慧搞出来的 那他们可能有一个动机 分党都是为了 那我难听些说 是当时教会 大家不用一定要联想 在今天任何一些教会发生的问题 我们针对高林多教会 譬如 如果他是党的 那那个领导 可能有些事情是大家有利益的 你明不明白 因为高林多教会的人 是很细族的 他们回教会的人 可能都说 大家要交换一下 做生意 当一个聚会所 平台 你明白 大家认识多些人 去从中 有什么私人的利益 在福音之下 一些边缘福利 我当 大家回教会 次月都可以认识 大家有没有合作 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这些都是 今天很多是这样的 那时候 不出奇 但是他们不需要 卖堆 原来阿波罗那些人 多数都是帮到我某些东西 我卖堆 不一定是因为领导 领导有什么特别 或者是特别的 但问题就是人就是喜欢这样 人就是喜欢这样 这些就是用人的智慧去分 不是纯粹是 真的说 保罗和他撕过洗 那不是这么简单 他们的动机就是想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很世俗化 很熟悉的 第一就是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我在这里提一提 我们很喜欢讲 保罗用爱那篇 是吧 爱篇 去应用在我们 男女关系 结婚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 没问题 非常之漂亮 但记住 其实保罗这么说 爱 当时是针对这些人 记得一句 爱是不疾度 如果没有疾度 即是结婚 我认识了女朋友 你不应该疾度 记住 当时说那些爱的什么什么什么 主要是针对干涉教会 那个情况 就是说他们没有 什么都没有 爱应该是这样 你们什么都没有 你这么有厉害的教会 这么有口才的教会 有知识 但是你们什么都没有 不求自己的益处 保罗说 但是他们的教会的人 就是整天求自己的益处 分党最大的目的 就是求自己的益处 神的智慧 希望我们分别卫星 将世界由混乱 分到很有秩序 但是我们 和我们的智慧 分阶级 将人和人的关系 越来越拉得越 这个不是神所欺悦 因为他说 基督的身体 不是这样的 不可以这样分的 是不是 这是我绝对同意他的说法 就是你说 亦都不可以说 完全真的 什么都要大盆人 全部教会一起出席 那才叫做合一 不要这样去错误理解 那个问题 不是说 整间教会 做什么都要全部一起 崇拜都要全部一起 是不是 有时因应需要 分开不同的时段 以他们说的话 分开不同的组 不同的班 因为他的年纪 分开不同的小组 这些是非常正确的 当教会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时候应该要分的 但是不是这样 是为了个人的益处分党 我记住明白吗 是为了实际上需要 譬如教会到某一个人数 你分开不同的堂 这个很好 因为这样你可以 怎样说 比不同时间的人都可以参与 有些人工作上需要 他真的一星期天上班 没办法 譬如有些教会 他们是文化方面不同 是不是 应该可以这样分的 说这些话 因为你们不明白 为了大家讯息 接受真理的方便 那说这些话 那你们有说这些话 的人一起聚会 我觉得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又不要说这样 就是分党不合一 明白吗 分党的意思 第一 动机是有问题 挥托自己一处 第二 就是真的会造成教会分练 是没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因为是时间方面 因为大家吸收真理的 程度更加吸收得很方便 去这样分 这些绝对是帮到一间教会 所以我们要懂得 什么叫良性的分 什么叫恶性的分 最重要是真理那方面 一定要合一 一定要清楚 这一件事 其实保罗和阿波罗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们分 不是因为这件事 是因为纯粹自私 和想自己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再打灭亡的人为预绝 再有满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他又要引经据典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我经常里所说 既然所说 他熟悉旧约神经经經经工具典 帮助新计当後 很大很大的橋樑 這也是為何神使用保羅 因為只是保羅可以這樣做到 向外邦人傳回希伯來經卷 但是用希臘文的 但是文化是希伯來文化 要外邦人接受這些的 一定要一個人不斷的 將聖經解釋在當時 應用在當時的社會當中 正如我們今天 我們應用舊約新約禮 當時保羅只能應用舊約 應用當時的教會面對問題 因為新約正典未完成 智慧人在哪裏民事在哪裏 在世上的辨事在哪裏 神氣不是叫自己在世上的智慧變成如絕嗎 這裏強調 因為他們是用人的智慧 凌駕於神的智慧 這個衝突不應該有 我們應該扮了一把信徒在神的智慧 不是說智慧不重要 智慧非常非常重要 但這種智慧我們是要用這種智慧去認識神 用這種智慧去理解神的話語 不是用這種智慧去求自己的益處 所以這種智慧 自以為有智慧 那種智慧 在神的眼中是如絕的 所以神要滅絕這些智慧 因為這種智慧 他們不能夠理解十字下的道理 一間這樣的教會 這麼多恩賜 但原來他們是嬰兒 個個都不長大 不肯吃飯 吃奶 寶羅之後也會說 著重了那些恩賜 那些人際關係 那些網絡 那些硬件 說我是跟誰 我是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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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重了這些好門面 好浮誇 好膚淺的 這些外在的東西 就去決定自己是一個什麼地位 因為你知道大城市 一向都要講地位 講階級 寶羅竟然要在這間教會 說一些一連班的東西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 既不認識神 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如絕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這受是神的智慧 雖然你們蠢而已 神很聰明 神是真是神可以 我們不行 神是可以將你的缺陷扭轉 成為幫到他 另外成就他使命的一部分 他是經常這樣去做 你蠢嗎 我就利用你的蠢 你的性格有缺陷嗎 我就令到你的性格有缺陷 你肝硬嗎 我就利用你的肝硬 令到你更加肝硬 這樣就對了 好讓他可以在你這種肝硬 顯出神跡歧視出來 猶太人就要神跡 希尼尼人要求智慧 我們卻是全釘十字架的基督 在猶太人為半腳石 在幫人為預主 這裡就說了 他們很有聰明 但是猶太人就說 說多無謂 神跡最實際 給我一些東西看 今天我們是不是都很追求這些 我們要有東西看 其實要看這些東西有多難呢 對神來說 今天我們再追求這些 沒問題的確是有 不是跟你說有沒有 跟你說背後是來自神 還是來自魔鬼 撒旦也有神跡其次 那我們怎麼去分呢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裡 那豈不是被迷惑 我們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是不是永遠永遠要無限量用神跡去滿足你們那種好奇也好 你們那種追求呢 你看看整本聖經神在哪幾個階段最多神跡 先知階段 初期教會 耶穌的階段 開頭的 問題是我們是否完全將 當時的很多教會所追求 每一件事 今天我們都要做呢 如果是呢 沒問題的 我都贊成 但是要全部都要跟足 沒有選擇性 他跟著說很多話 我們今天又說 今天我們不用了 他說女人要收聲 我們今天又不聽保羅說 因為今天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的社會是男女完全平等的 我們甚至女性非常有恩賜 我們不用聽保羅說 另一方面 適合你口味那些 我就要跟保羅 保羅會說謊言 我們要學她說 這樣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要不然你就很有理性 神給你有智慧 在聖經中清楚地理解 究竟我們有甚麼可以應用到今天 究竟當時的問題 保羅用這些方法 是否代表我們今天完全用呢 你就要懂得慎思明辨 如果不是 那你就會說 保羅叫甚麼 保羅說要去教會 女人要蒙頭 你也蒙 你跟著她 那我就 答好東西 佩服你 不是 但我們現在是 自己喜歡甚麼 選甚麼 好像點心子 屬靈的恩賜就是 張點心子 我們剔甚麼 不喜歡 剔甚麼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很值得反思 不是再要說 有沒有這個恩賜問題 是究竟這種恩賜 我們應該用甚麼態度去看 或者聖經有沒有說 叫我們怎樣去 學這些恩賜 我想將重點在這裏 不要就變成 好像說不到那些人 加了很多自己的東西 但是 反而最重要 神的話語最重要 他連十字架的基督 在外邦人中覺得如絕 他是離譜的 接受不到 他是太過 他是太過有這個智慧 你覺得有沒有搞錯 你是尼采雅 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王 那你釘十字架 接受不到 另一個更加接受不到 怎麼可能復活呢 這些就是太理性了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 我們今天 整本聖經在這裏 我們的思考也不能夠不理性 其實聖經是經得起理性的考驗 經得起科學的考驗 所以我們不怕 不需要說 哎呀 聖經這樣說 我可以了 但是 你是否真的去理解聖經的話語 這個很重要 但那在那蒙照 無論是猶太人 希尼人 基督總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如絕 總給人的智慧 神的軟弱 總給人的強壯 就是神 差勁都比你厲害 好多好多 就是這樣說 這個是用一個對比 用神的軟弱 都比人的強壯 對比在人來說 都是已經強很多 就是這樣就是暗疾 他們利用人的智慧 在神眼中其實是如絕的 弟兄們 可見你們蒙照 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貴的也不多 神卻簡損 了世上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簡損了世上軟弱的 叫強壯的羞愧 你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顛覆 聖經經常用這些方法 去告訴我們 我們以為是有智慧 其實在神眼中 就是如絕的 你以為神要選擇這些嗎 這些很厲害 很有外在 因此 很有口才 很有學識 很有知識 很有學 很有地位 很有才富 很有尊貴 這種人眼中的尊貴 原來在神眼中 他是不選擇的 神反而選擇 算世上悲賤 因為連耶穌基督來到世界 都是用一個 悲賤的身份 去出現 去展示給我們看 去展開他的使命 都是由一個悲賤的身份開始 是被人厭惡的 以及那無有的 說要廢掉那有的 正如我上次說過 《藥白記》那裡說 我們有時 這些都是類似那種人的智慧 我們榮耀神 大家看到我身光頸漂亮 我順風順水 我健健康康 我家肥屋潤 我無病無災無痛 無債 我才可以榮耀神 你的樣子見到你 這麼兜貓 又無錢 又污吻 又周身病痛 又多災多難 那你榮耀不了神 其實我們有時有這樣的偏差 我自己都有 我小時候都是接受這種 很正常人會這麼想 我見到你的樣子這麼正 當然知道你很醫食 你嫁了女兒 你肯定覺得她肥肥伯伯 加肥肚子 不用捱 這樣才是福氣 但我們當基督徒 是否不用捱是福氣 當然不用捱 好 但就不是這樣 原來是神的隔絕觀 耶穌就在一個最卑賤 最恥肉的十字架 最慘淡的人生 得到最高的榮耀 他自己得到最高的榮耀 亦都被這個榮耀歸給神 你明明這就是一種 很特別的 基督的信仰就是很特別的 你反而用一種 total loss 什麼都沒有 都可以榮耀神 不是一定要什麼都可以榮耀神 反而你什麼都沒有都可以 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所以他們接受不了 我沒有可能 所以今天有些人都說 我們信耶穌應該是有福氣 應該是有恩典 無限恩賜無限恩賜 你求就行 你所有問題都會解決 誰不想才行 反而事實上是否呢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是不是又榮耀不到神 賞賜是耶穌華 收取都是耶穌華 我們一分一毫 剛脫脫來到這個世界 所有東西都是神給我們的 為什麼我們榮耀不到祂呢 當祂拿回的時候 我們就榮耀不到祂嗎 不是的 我想我們不可以用我們的智慧 建基在真理上面 即是不可以在我們的智慧 潛建在真理上面 一切有血氣在神面前 一個也不能自誇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女 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 的智慧公義聖結構熟 如經上所記 誇口的當志著主誇口 第一章 完全講出多久不多教會 有很多問題 其實差不多 我今天講了第一章 不知道還有多少時間 錯誤的方向跨口 錯誤的方向以為自己是可以的 錯誤的方向以為這樣可以榮耀神 錯誤的方向以為自己 這樣在教會裏面 跟不同的領袖 就可以爭取對自己最大利益 所有事情都是想自己 你還是真的承認耶穌基督為主 還是你是主呢 如果認識耶穌基督為主 只有一樣 你的生活是否真的跟著真理去生活 跟著聖經而活 那你便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至於你那種 祭遇 你面對患難災難 天災人禍 禍福這些東西 神給得福我們 難道不可以叫我們得禍嗎 哥倫多教會 頭開得非常差 第一章已經有這麼多東西可以罵他 那就看第二章 第一章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 並沒有用高大 高然大節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 不知道別的子 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我在你們那裡 又軟弱又巨派又甚至經 我說的話 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乃是用聲令和大能的名稱 當寶萊耀和這間教會 想去幫他解決他們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很棘手 你也知道我們今天很多 教會這些問題都解決不了 即是無論你用什麼方法 有時都未必解決到 當然有些解決到的 那就感恩 神的力量 實在靠著神的能力去改變 但不容易 其實你用一個怎樣的態度 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用聲令和大能的名稱 你真的要很有智慧 都要看你懂不懂 但是適當的時間 神給你有適當的智慧 你有膽量 你改變不了人的看法 不一定可以的 而且你不知道別人的心怎麼想 你說每一句話 人有不同的反應 這件事我們都控制不了 我們不會以為我們 我這樣說 人家一定會這樣聽 一定會受諾 一定會 對 我不對 我跟回你走 不一定會 所以我們真的 靠神的大量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們也講智慧 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 又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 將要拜忘之人的智慧 這種人的智慧都會扭壞 都會腐敗 不是在乎有權有位 但哥林多教會 他們很體重 這種身份 誰有權 那個是官 那個是高層 我跟他的黨 一定有運行 一定有生意做 一定有商機 如果我們用這個心去敬拜 其實也是你主 口裡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心裡卻覺得你自己是主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以前都是這樣的 不要緊 但我們知道之後 可否顛覆這種概念呢 我們所講乃是從前所隱藏 神奧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萬世以前 預定是我們得榮耀的 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 沒有一個知道 貪文若知道 就不能把榮耀的主 釘在十字架上 原來你有權有位 就未必有智慧 因為如果你有智慧 你怎麽會釘死 怎麽會釘死 榮耀的主在十字架上 那又真是說得很對 真是如果你真是有屬神那種智慧 你就一定知道 耶穌基督就是那位尼采雅 就是那位救主 就是那位受高者 那種黃的概念 當時耶穌來到 真是滿足不到 那幫猶太人 那個思想 那個智慧 都滿足不到 我相信猶太 猶太出賣耶穌 你是王 我跟得你 我埋了你一堆 我和耶穌一擋 那時十二門道 其實每個人 你有沒有發覺 他們都是想到一些 其他事情 都是想到自己 耶穌坐正之後 有什麽好處給我 權力方面 坐左坐右 還是一個好的環境 好境 我們在山上有榮耀 不用下山 不用做事 但是有人的知識 的確也都不會 接受到耶穌 你是王的身分 竟然你不是 做那樣東西 是為我得到那種益處 那種益處就是 要我有權有為 我跟你為了有權有為 或者幫我一個目標 你應該和我同一陣線 不是我應該跟你 這就是要看清楚 究竟今天我們 是耶穌跟我 還是我跟耶穌 我經常說很容易 耶穌啊主啊 我跟耶穌啊 是不是 我怎樣都跟著 但是 何謂跟呢 如果你跟他 為何耶穌要你撇低 首先撇低你自己 先不要說命 太遙遠 撇低你自己的性命 你撇低了你自己的 話事權 你撇低了你自己的 事情都想你自己的 那種社記 為何那少年觀跟不到呢 他還是要一件事想自己的 他還是要很多產業 產業就是想自己的 還是要靠規復人得的產業 去滿足自己 他還不肯去面對自己的罪 他還不肯撇低 那 第一就是撇低你自以為聰明的 這件事是最難的 對一個人來講 你可不可以值得誇口 人來講 有權有錢有勢有智 有智慧有學識有學問有關係 這些就是人的 你聰明了 但是這些事來講 反而你看到 竟然很多人 我都說了 是一個很聰明 很聰明 很聰明 的愚昧人 因為為了自己 不惜去抵擋神 不惜去阻擋神 不惜去難阻神的旨意 都不可以損失 剛才我講的一堆 如經上所記 很久引用聖經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 因為聖靈參透萬事 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 除了人裡頭的靈 誰知道人的事 像這樣除了神的靈 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這裡的聖靈是多麼重 令到我們真的可以參透萬事 今天如果你裡面聖靈是經常 很正常的可以運作到 即是你經常有真理的柴 神說有個柴給他燒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參透萬事 我說我自己的經歷 我參透了很多 未到萬事 參透了很多東西 特別如果你有智慧 你看聖經的智慧書 你看針言若白的傳道書 你真是神給你有智慧 你參透了它 嘩大哥 聖靈真的會提醒你 以後你怎樣去看萬事 你應該是看透、看通、看開 所以可以看輕 看你是否真是一個得救基督徒 看你有沒有一個生活見證 有沒有生命基督徒 沒有結果那支 不只是看你有沒有做到什麼好事 我看你對世事那種看法 你是不是真的看輕 是不是真的看輕那種名利 看輕金錢財富地位 人際關係那種網絡 那種人與人之間 那種互相 可以真的幫到你 大熱到你這種關係 我不敢說我自己不食人間煙火 你問我不貪錢 我還需要錢 錢很重要 金錢很重要 在社會裏面 但是是否應該是看輕做 起碼不要給財做我們的主 你今天做很多事 你為了喜悅人 喜悅有權有勢的人 喜悅幫到你的人 喜悅可以大熱你的人 但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真的有來自聖靈那種智慧 其實這些東西完全是幫不到的 這些東西完全遲早都會沒有的 幫你的那些人不是又是人 幾有權的 他能給你的又是些什麼 傳道書都說 有錢人遇到的 窮人都會遇到 好人遇到 壞人又遇到 其實你有什麼給我厲害 你幾有權就是要死 你幾有權就是不知道明天的事 你幾有權就是 每樣東西都帶不走 你幾有權就是生命消失 你所有權就是歸於無有 你幾有權的 你日光之下有份的 跟我的其實有什麼不同的 沒有 有飲食吃 享受神賜給我們的恩賜 最多莫強如努力 喜樂行事 為什麼我們要靠人 為什麼我們 不是說人類的關係 人類的關係 人類的關係 在早生的關係 但是不是說 將他那種的幫助大怯 凌駕於神 甚至讓我犧牲真理 不值得 不配 未有內斗 夠斑 當你真是知道的時候 無論發生 直接好像寶萊 處悲賤 處患難 處飢餓 處富貴 他都可以 靠著 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這句 如果你真是明白 其實第一 你要參考萬事 第二 你要看輕一切 第三 你要有真是 傳道書有百幾個智慧 因為上次耶穫 收取耶穫 所有東西都是虛空的 你唯有一個實在 就是主耶穌基督 這才是實在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 乃乃是 用聖靈所指教言 要將熟靈的話 解釋熟靈的事 然然熟血氣的人 不理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如絕 並不能知道 因為這些事 唯有熟靈的人才能看透 所以你看你是否熟靈 就看你是否看透到萬事 這件事都對的 是有喜樂這樣看透萬事 不是消極這樣看透萬事 你要記住 是嗎 因為你知道 有一件事 真是可以 和你去共度空虛 去共度 共度 共度虛空 那你說你開不開心 宿靈一人能看透萬事 卻瞞一人能看透萬事 卻瞞一人能看透了他 誰能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 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 以基督的心為心 和基督的想法一樣 和基督的做法一樣 那這個就是 真真正正的一個人 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我們有時候說福音 不需要說得太離地 太熟靈的 其實我們信耶穌 我們靠著主人 送出一個補血 接受了救人之後 有什麼好處 就可以做回一個 神所喜悅的人 教你做人 幫你做回一個好人 這個還不夠福氣 我們想得太複雜 有哪一個學說宗教信仰 可以幫你 有機會 可以做回一個 成全到陸法的人 一個好人 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一個賭神器的人 一個合神創造秩序 最初的時候最完美的那種人類 新的亞當 除了諸耶穌基督之後 我們都要向主義的目標 福音就是要這樣 你以為信了我 就是買個保險 將來成功上天堂 然後我今世做什麼都可以 你和那群眾獄主 有什麼分別 你也以為 我要上天堂 我現在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要做 你和那群金獄主 有什麼分別 基督就是要釋放他們 你有一輛火車不斷被你燃料 成功造成一個新人類 好人 做個好人就是這麼簡單 夠了嗎 做個好人 你身邊的人就會得福 當那個人做好人 你也會得福 我講過 就是這麼簡單 不要想到這麼複雜 怎樣熟靈 怎樣什麼 怎樣日時什麼 復活那些 不要講那些字 先講你怎樣做一個好人 好人人家有眼見 好 第三章 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 不能把你們當作熟靈 只得把你們當作熟肉體 在基督女為嬰孩 我們在基督的道裏 我們要成長 不要做小孩子 我是用奶餵你們 沒有用飯餵你們 哪是你們不能吃 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是不是這兩句已經笑死人了 在大學寫的校園 有大學的設備 有實驗室 有什麼運動場 但是你當作是一間幼稚園 是不是很浪費神的硬件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 將最重要的 沒有注意 將一些不重要如絕的 他們放在第一位 次序問題 所有事情就是次序問題 你們仍是屬肉體 因為你們中間有疾度紛爭 者稀不是屬乎肉體 照世人的樣子行嗎 你們是鬥的 大家有階級 大家不同分行分派 我又不抵得你 成功有錢 我又不抵得你做生意 很多這些疾度的問題 全是小孩子 我不跟你玩 我喜歡跟你玩 疾度紛爭 愛是不疾度 是嗎 不自誇 不張狂 寶羅有說 我是屬阿波羅 豈不是 你們世人一樣 阿波羅算什麼 寶羅算什麼 無非是執事 照諸所思及貪門國人的引導 你們相信 主要就是阿波羅和寶羅的問題 你知道大家的背景都不同 大家的恩賜亦都不同 但這裡寶羅覺得很清楚 寶羅算什麼 阿波羅算什麼 都是執事 其實誰是老闆 我栽種了 阿波羅僑罐了 唯有神叫祂生長 是不是 其實真真正的叫祂生長 祂可以成長 都是神 如果神給了機會 神選了祂 祂自己肯努力 去尋求神的華語神的價值觀 就成長 可見栽種 算不得甚 僵罐算不得甚 只在哪 叫祂生長的神 其實是的 就算現在我所做的事 分享的訊息 其實算什麼 都是講了一大堆的說話 現在這些說話 大堆人說得好 大堆地方有得聽 但是其實 你行不行 其實都要看神 是不是 其實我都想說 都要看你 你自己吸不吸收 你聽了之後 有沒有實行 你聽了之後 有沒有再繼續追求 繼續追尋 繼續尋求知識 那這個是不是你自己 都要去付出 所以其實 哉眾和僑罐那個 不值得去這麼誇口 就是跟耶穌講的金句 耶穌講的教訓 我們講的算不得 算得是什麼 耶穌起碼說得出 祂做得到 我們那些說的 我未必做得到 可能做得很差 你們不知道 不值得誇口 不值得作為一個分榜的理由 祭祥和僑罐都是一樣 但是將來 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賞賜 是不是 真的自己不用做嗎 這個機會 這個救恩絕對是神給的 神給了你之後 他給了你一個 這麼容易悔改的心 這麼容易回轉的心 這麼不光硬的心 是不是已經很感恩 有些人死在我裏面 死不相信 死不悔趕 死都要敵擋神 至於你接受了之後 你自己是否也要按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賞賜 我們是僑罐 我講了出來 我不知道誰會聽 誰會不聽 講了出來聽過 可能有少少幫助 不聽的就沒有聽 但是之後是否靠你自己 也要下功夫呢 把握這個神的救恩呢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 是人神配合的 得救了之後 得救之前就沒有了 全部是神的 知道嗎 總之你得了 申請了簽證之後 的所有事情是人神同工 申請之前 絕對靠神 不是靠行為 絕對本符恩 絕對不是靠律法 之後 你中不中到東西 你起不起到屋 真是與神同工的 所以我們常常說 不要靠自己 是錢 得救錢 知道嗎 得救後 自己要努力 下功夫 你敢明就很清楚 我們是次序問題 這是很好的真理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 好象一個聰明的公頭 立好了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個人在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神給我們的恩 每一個人的恩 我們做一個公頭 立了好的根基 就是給了一個信仰的根基 只是個人要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就當一個不信的人 今天很感恩 如果你聽了我講的信息 聽了多久也好 第一次或者幾年也好 哎呀 原來不經不覺 有了根基 即是有種子 開始萌芽 你跟著是否要建屋 立了一個根基 種了些種子 那是否我們都要去吸收呢 都要吸收肥料 吸收水分 吸收陽光 才會成長 還要謹慎在上面建造 不要簽建 保羅用起屋去比喻 覺得很好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記住 開頭一定要盡量好 盡量好盡量做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皆 在者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你用其他東西 簽建其他福音 簽建其他信用其他價值觀 其他追求贖靈的方法 因此這些東西是沒有聖經教導 沒有聖經根據的話 所有工程都會顯露 現在你起樓都知道 很多豆腐渣工程 一定有一天會有問題 所以聖經都說 你用不義的工駕起樓那些人有禍 原來建屋這件事很重要 兩等根基 聖經是很著重這個概念 根基 你用什麼去建造 一定會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炎者 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 怎樣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它就得上次了 留得住 看一看你真金不泡紅爐火 你用其他建造的 一定會出問題 正如我講過 你的方舟 你是不是真的跟著神的設計組 聽足祂的吩咐 怎樣去設計 怎樣用的材料 用什麼方法 放在哪裏 放什麼東西在方舟裏面 如果羅亞不是真的聽足神的吩咐 我相信這個方舟一定浮不起 正如我們的救恩 就像這個方舟一樣 我們用什麼材料去建造 我們有根基 哪個傳也好 不用追究 你聽我說也好 你原來三十年前 已經聽過牧師說 你今天我講的聖經靈氣 想起他講的 都是 那個根基已經是正確的 就要在上面謹慎去建造 用正確的材料 你加了什麼金文堡石草木和街 到時你就出事了 簽建一些材料 簽建工程 一定有問題 人的工程藥被燒了 它就要虧損 你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淚經過的一樣 就算被你中間 發覺你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信仰 令到你的偏差大利受損 這個經歷呢 其實都是跟火淚經過一樣 其實都可以是一個很 不是一個很愉快的經歷 所以我們 是要很謹慎建造 就算當你起起下才倒 不要起好 不用到處審判那個試驗師 試不出你的工程有問題 中途理化的工程有問題 其實你要重新建造 都是好像火淚經歷一樣 不是一個好的經驗 因為坦白說 真的會叛到人的 就算我坦白跟你說 今天我講的就算我百分之一百對 我見證都會判到人 人的見證已經不會完美 何況如果我們怎樣 詮釋聖經的真理 詮釋聖經的教導 如果我們連一樣 都不是百分之一百拿捏得 是很謹慎的話 我們兩樣東西會判到人 我不是說我不會判到人 我都會的 不用看我正經 你看到我行事為人 原來你這麼虛偽 那已經判到人了 那都是沒有益的 但是如果我們 在真理方面 我們盡量都可以拿捏得好 我們有本聖經的 做人我可以賴 我軟弱 撒旦引弱 但是我覺得你見有本聖經 在真理上 你不應該再加東西 加金文堡石草木和佳 不應該再簽建 因為真的有準則 聖經是講得很清楚 不過 事實上你要理解 整本聖經真理正確的教導 是需要你付出很多很多的時間 神都千多年了 這本聖經 我們付出 我們下半生 要不要呢 看你願不願意 如果你看聖經的時間 你都不願意付出 研究聖經的時間 你都不願意付出 那我想問一下 當你遇到患難 你又如何能夠站穩呢 會不會 原來我們都是真的 偏向著一種幸福音呢 就是信 耶穌就是給我幸福 當我們萬一沒有的時候 怎樣呢 你能夠保證到有先 如果我們永遠保證我幸福 那我當然是簽約 同時我簽約了 我賣身給你 但是你說明這一輩子 不能讓我遇到任何災難 有任何災難你都要拿走 任何病你要立即醫好 那我簽了那個藥 我當然是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沒有 沒有一個這樣的藥 沒有人保證 神都不會保證你 那我們怎樣呢 我們不可以只知道幸福音 我們都要追求一種義的福音 義的福音就不是 就沒有那麼多東西說的 就是切切實實打真君 要在神的話語裡面 找回那種義的價值出來 也就是戒命律禮電章 神的天國價值觀 豈不知道你們是神的電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 若有人毀壞神的電 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神的電是聖的 就是電就是你們 我們是神的電 不是肉體方面 心靈也是 這個在其他報羅書信都有提過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小心 不要隨便放縱 人波自欺你們 中間若有人在世間 以為有智慧 倒不如變作如絕 好成為有智慧 因為這世界的智慧 在神是如絕 如經上所記 主叫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鬼界 又說主知道 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 所以無論誰都包難掛口 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 或保羅或阿波羅或基佛 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將來 全是你們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 基督又是屬神的 好重複的 你發覺這些信息 其實你就知道 保羅重複得那麼多 就一定是重點 保羅不斷輕奶 就一定不是重點 這個也是 你聽都聽到悶 所有源頭都是來自神 在神的眼中 我們個個沒有一個人 是值得誇後 我們所有的智慧 在神裡面 都完全是預絕的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 為神奧備事的管家 究竟在教會裡面做的工作 主人和仆人 你是成為神的仆人 你應該有那個義務 所求於管家 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們論斷 或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 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我雖不覺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 有些得以清義 但判斷我的乃是主 所以有時你看 我們又沒有論斷人 免得我們自己也被人論斷 耶穌都教導 所以你看看 當教會裡面 有些人這樣寫信 去講這些問題 提出問題 其實我們怎樣去分別 究竟是否論斷呢 背後自自撿 不當面講 但有時當面講 我們又要注意 怕別人聽了之後 感覺不良好 我們不講 又好像不關心 其實這是真的很有技巧性的 經驗 都要你的人處理經驗 怎樣處理 還有做每一件事之前 我們都要給時間 觀察 觀察 有很多這些 我們怎樣看論斷和不論斷的話 其實有人的地方一定有的 你做的事一定有人覺得這樣 你說的事一定有人這樣 跟我理解的不同 我們怎樣呢 我們一定要祈禱 所有的問題 是由於它自己產生的 如果我們祈禱 我們改變不了它 求神改變它 因為事實上 人去改變人是很難的 各位 我們不得不去面對一件事 因為自己是不喜歡 接受自己的錯 我講過 人是有這個傾向的 但是我們很矛盾 因為我們自己不願意 被別人說我們不對 但是我們很喜歡 說別人不對 聖經就針對我們 看到別人刺 見不到自己的兩目 由於是這樣 你要知道 每個人喜歡說別人 但是不喜歡被別人說 那怎麼辦呢 我每個人都喜歡 叫人去悔改回轉 自己就不悔改回轉 這件事很矛盾 但是我們 所以一定要在聖經真理做一個準則 不要爭辯了 看回聖經 都要靠你自己個人的經驗 你自己的表演方法 講話的方法 還有我看 都要好考慮對方 對方如果是一個 接受別人勸告的人 聽別人說的人 不是那麼蒙濕 比較開明一點 那些你不妨 一個適當時候提醒他 但是如果對方不是 你明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呢 你看到他 你認識他 你覺得他都不是一個 很固執或者很執著的 你這樣說 縱然你有道理 未必他會聽 他會改 這樣的情況 我通常為他祈禱 求神去改變他 不是改變他 叫他不信 他信會變魔術 是他可能信了 他可能在接受真理 福音 有些偏差的 求神去 給他有機會 適當時候 在聖經裡面 找回真理出來 你靠他自己 不是教他三年兩月可以 沒有人喜歡 聽別人那種批評 對不對 就算自己沒錯 也不能夠得此清意 始終真是神才有資格判斷你 所以時候未到 什麼都不要論斷 只等主來 他要照出 暗中的忍情 顯明人心的意念 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帝兄們 我為你們的緣故 哪一隻失事 轉給自己和阿波羅 叫你們效法 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 沒有問題 有些人 是喜歡找一些目標 去等自己去學習的對象 我這樣說 可能好聽些 但是記住 就是不可過於聖經所記 寶羅說得很好 都要歸回權威給聖經 你想想寶羅當時說的聖經是什麼 未成一本正典一本書 散修修 一些使徒口述的一些紀錄 有些都現在沒有編下來做正典 那沒有 那時候有什麼就用什麼 對不對 有一個完整的舊約喜百來股卷 所以寶羅就是猛用 所以每樣東西有多少材料 盡量就合乎回聖經 所以我們今天有66段書 我們再不去正義分解聖經 再加了自己的意思 加了一些金文寶石草木和街 其實就不是很合理的了 今天我們應該不會有 高臨多教會這麼多這些問題 先理與人不同的是誰呢 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 若是領受的為何至乎 仿不得是領受呢 就算阿波羅保羅自己也是領受的 是不是 阿波羅開頭還相信約翰的洗禮 都要靠那兩夫婦 即是百基拉 雅居拉 兩夫婦 去幫他們再傳一傳道 所以有什麼可以誇口呢 每個人都有他的啟蒙老師 每個人他都自己繼續追求 以前向前可能現在墮後 向後的現在追回前 阿波羅現在在高臨多教會 成為一個模仿和學習的目標 幾好啊 沒有壞的 但是不可以過於聖經所記 免得你們最高自大 最慘的最高自大 其實當一些事情發生了 在教會裡面最大危險 當然教會分裂就是那個結果 最大危險就是 被人模仿被人高舉 那些人會自高自大 這件事 我絕對要提醒每一個人 不要嚮往這種被人高舉的感覺 我說不喜歡被人贊 不喜歡被人學習成為模仿對象目標 我就騙你了 我不會這麼虛偽講 我亦都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呢 當你被高舉成為一個 學習對象目標 或者別人很欣賞的對象 這一種和偶像是否很接近的一線之差 嚴格來說我做些什麼是很有影響力的 當我影響了你 嘩 很多人跟我 反過來那些人又影響了我 我要怎樣取悅你們 這樣就很危險 變回他們是我的偶像 這個就是最危險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危險的 所以不要羨慕 嘩 很多人跟我 很多人高舉我 你看我多少人支持我 那些分分鐘就變為 將來自己個人的偶像 不是你成為 你好像表面很威風 那麼多粉絲 那麼多followers 那麼多人like你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你沒有了這些like 沒有了這些followers 沒有了那麼多人的關注 你會怎樣 那你就要做 不擇手段 用盡你的方法 去令到keep住這些followers 和like 和關注 我想問結果誰才是主 你成為別人的偶像 同時別人又成為了你的偶像 那麼這一種就是偶像敬拜的了 好嚴重的了 妄清了神的命 那麼神在哪裏 如果得阿波羅和那班會友 大家互相崇拜 那麼神在哪裏 得保羅和那班會眾互相崇拜 那麼神在哪裏 我們今天都有這些危機 小心 真是小心 我這件事你放心 我處理清醒 因為我真的不想別人做我偶像 所以我們真的要有神的智慧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 究竟你是靠甚麼 大家都是領袖 那些東西 寶羅你不是經過大馬式那件事 是不是 你不是有巴拿巴這樣看著你 是不是 你自己不是去過三年阿拉伯那裏 在那裏靜修 退修反省 過冷河也好 避一避先 不管你 但是你都沒有今天 你今天的東西都是領袖回來 不是你發明的 大哥 任何一種理論都好 我都要看一下這種理論 是人發明 還是你自己領袖 還是翻回聖經 有幾種 有些這樣一節聖經 他就可以做一個理論出來 那些就 你也可以翻回聖經 為什麼你一節聖經 可以演變成整個理論呢 但是你一些很傳統的神學理論 可能你們覺得重不重要 但是其實那些是經得起聖經考驗的 因為有時間 歷史的考驗 經過很多神學家 他們自己 在聖經裏面找出來 譬如那些得救救的救恩論 三一論 那些基督論 那些人們真的從聖經出來 不是一節聖經出來 大哥 是整本聖經都有個啟示 三一真神這個概念 整本聖經你聽過多少次 耶穌自己講過多少次 那這些就是神學見機 在真理的基礎上 那這些就可以信 但是有些真是現在很多 你講一節聖經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要誤解了 其實那節聖經是寫作技巧的比喻 你當作是真理 這樣去做 那就要小心 都說了 如果是真理 會經常提著 你一節來說就不夠強 那個支持度 你們已經飽足了 已經豐富了 不用我們自己就作王了 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 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 很久講一句都不知道 是不是諷刺還是什麼 你們行 你們很多恩賜 很聰明 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 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 果真作王 那就是 他們不是真是作王 如果你不是真是作王 為什麼你不信服那個真是王那個 真是王那個 不是保羅阿波羅 真是王那個 是耶穌基督 為什麼你不信服他呢 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 也在門口 好象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這句話我們經常說 我們其實都是一個版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所以我們這場戲 真的做得好看 不可以失見證 我們為基督的緣故 算是如絕 你們在基督裡 倒是聰明 我們軟弱 你們賭強作 你們有榮耀 我們被藐視 一個對比的方法 告訴他們 他們看的東西 是不同你們看的東西 你們覺得是好的東西 他們未必覺得是好 直到如今 我不還事 有肌肉渴 有赤身腦底 有癌膽 有沒有一定的住處 你們就好了 信耶穌信到你這樣 風山水起 新光頸 我們就慘了 又要受迫伯 又要坐牢 有基 又可以拆身腦底 為甚麼呢 這個給他們一個犯事 十二節 並且勞虎親手做工 被人就罵 我們就祝福 被人迫伯 我們就忍仇 為甚麼要這樣 為甚麼我信耶穌信到你 你們信耶穌信到這樣 這麼好的 是吧 被人誹謗 我們就善勸 直到如今人還把 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衛萬物中的渣嘴 我寫者說 不是叫你們不收計 喇召警戒你們 好在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 你們就一定是以為是 失光頸領 一定是成功 一定是大把恩典的 越求越有的 我就越來越差了 有坐牢 我之前說過 保羅來坐牢 越多就證明他做的事越好 他就在坐牢 他自己身體的壞壞 他的患難裡面的榮耀神 那分別就在這裏 甚至人還把握他們 看作世界上的污衛萬物的渣嘴 人嘛 不是神嘛 但是神就當他們是自保 做的很有價值 提醒你們真真正正正 走這條福音之路 誠聖之路 清義之路 是會受患難的 是會討人不起穴的 未必會得到一個 好像你們現在 那麼身光頸靈 榮華富貴的狀態 是要提醒你 你們學基督的師父 須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穌女 用福音生了你們 這句說話保羅說的 如果我們要引用他 自己有這樣說的話 就要想想 究竟明不明白什麼叫為父 以及究竟 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保羅 那種真理福音 那種正確性 為父卻不多 每個人都說 代自己的戶友是子女 但是 你說得是父的 是包括什麼 第一 做一個爸爸教兒子 當然 一定是知識 其中一樣 其次就是經驗 一些是知識以外的 代人處事的 人際經驗 人生經驗 也爸爸會傳授給兒子 最重要的是什麼 愛 為父的 就像天父對我們一樣 一樣 那你嚴格一點 你為父的 包括那種什麼愛 犧牲的愛 就不是說真是 那麼膚淺的那種愛 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 因為我是你們爸爸 保羅這樣說 希望你們學爸爸 最正統 喝水要思源 也效法那個 最正統的福音真理的出處 因此我要打法提摩太 到你那門去 他在主裏面 是我親愛 有忠心的兒子 他必提醒你們 紀念我在基督裡 怎樣行事 在各處各教會中 怎樣教導人 保羅又派提摩太 就去出動 這個非常之好 我講過 給他一個機會實習 亦都他代提摩太 事業幾出 好像一個中心的兒子 在碟薩羅尼加 那個教會 提摩太已經去過 亦都知道 即是他經常都是 是一個好中心 就是很聽話 一保羅叫他去哪裡 基本上他都去 亦都是提摩太的書信 保羅都要直接跟提摩太說 你跟誰的 你先跟誰的 其實強調他一定要 做到保羅做的事 是完全一個承傳 傳承到保羅的所有功力 無論是知識上 和熟靈方面的特質 有些人 自高自大 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 然而主若許我 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 並且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 乃是他們的權能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 乃在乎權能 在神的國裏面 的確不單止是 只有講字 你還要有沒有power 如果要講 講話有power來講 就非主耶穌基督莫述 主耶穌基督一出來傳福音的時候 很簡單講幾句說話 已經令到成村人想 推他下山崖 這些就是有威力的話語 這些就不是講了等於沒有講 是有反應的令到 當然那種權能 未必是 一般人所講的權能 是要真是洗人腦 而是你說的那種 是真是正正打入人的心裏面 令到你不可以不面對 你面對耶穌 你就要坦白要真誠 你不可以再帶去猶花药 他一下就督中你的心 你一定要面對他 所以主耶穌的言語來講 他亦都是大附權能 至於你想想真真正正的權能 在天國裏面 拿著耶穌基督來講 他的權能包括很多種身份 包括三種身份 祭司、先知 還有一個君王 這三個都是很有權的 在聖經裏面一個積憤 很聖結的 亦都是 特別是祭司 或者先知 都是特別是神所挑選 差遣的 君王不用說 君王實際有實際那種權力 管治萬國的權力 將來主耶穌基督就會做萬國的王 地上所有執政掌權都要講權力 全交給他 這個在哥林多前書之後 我們會講的 但是那個權能方面 先知是講神的說話 不只是講預言 是講神的說話 真真正正的傳達 正統沒有添加純正真理 做神的代言人 祭司 耶穌基督做了 熟了我們的罪 代替了我們 獻上祂的生命 那 君王我講過 一個權力 一個權力是對抗所有邪惡的勢力 是一個絕對的權力 在天國裏面 是在乎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不是只講就可以 那時候你知道 那時候的教會 很多這些是高次大人 看不起保羅 或者覺得自己好得 為什麼我們要跟你 一句說 是非多多 哥林多就說 你們願意怎樣呢 是願意我戴著形象到你們眼裡去呢 還是我全慈我溫柔的心呢 作為一個為父 當然 有權 也應該適當時候作出責備管教 就好像天父那樣對我們 一樣 為父的心就是這樣 如果見到我們行差踏錯 真的在一個地方 他會管教 他會阻止 他會懲罰 目的是希望我們會轉 但同時也會有慈愛 這就是神的本質 這裏他都說 和哥林多教會有些少少 警告 你想我過來真的罵你 那態度怎樣 還是我用慈愛的心去挽回你呢 所以 保羅面對這間教會 都相當之棘手 我們很快看那兩章 封文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 者向淫亂而外邦人沒有 就死亡人收了他的繼母 即是和他的繼母 發生一種不倫的關係 大家這件事都猜到了 你們橫自高自大 問題就是這裏 你一時軟弱 一時跌倒 我們用愛心挽回你 但你不是的 你的態度 就是你對罪的態度怎樣 自高自大 並不哀痛 沒有把這些事的人 從你們的空間趕出去 我身此雖不在你們那裡 心卻在你們那裡 幸好我親自與你們同在 已經判斷了行這事的人 這些是非黑白的 如果教會發生這些事 每個人都知道的話 那我們是否可以當是 事而不見 又或者真是不好意思的 畢竟他都是 可能有很多奉獻 或者他都是有一個職位 或者他都是某某個兒子 那我們就是用一個 對待世界那種 妥協包容的方法 我們一樣在教會裡這樣呢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保羅第五節說 很嚴格 很嚴重 真的沒有用鹽條 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旦 敗壞他們的肉體 使他的靈魂 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但第六節他說 你們這字框是不好的 豈不知一點面教 能思全團發起來嗎 經常都說過教字 所以教會在加拉太 亦都有那種 律法主義的教 哥林多有一種淫亂的教 如果沒有地處理 會一發不可收拾 怎樣發發 不知道 所有東西都是 不是的 凡是對教有有不良影響 無論錯誤的訊息 異端也好 那個壞影響 你估計不到 就估計不到 就像教那樣去發 看誰軟弱的 就跟著去做 當一個做了 你不用正確方法去處理 不用正確方法去面對 其他人這樣做的時候 你又怎樣呢 你又不可以只說那個 不說那個 所以保羅這裏這麼緊張 這麼難得有間教會 硬件這麼好 有這麼多因此 你們想回第一章 為什麼你們所謂聖徒 為什麼你們做的事 是跟聖徒的身份 是完全違背的 保羅在第一章的時候 就用聖徒來形容他們 實情是諷刺著你們 為什麼你們連 跟繼母發生這個關係 這樣你們都覺得 是沒有問題的 還不哀痛呢 是不是你們那種種肉主義 靈魂是跟肉體完全分開 所以趁著靈魂有泳衡的 肉體就短暫的 所以肉體就無所謂 玩盡它就好 敗壞就敗壞 靈魂得救就行 這些思想就不對 因為會成為教會 伴不到人會影響人 所以保羅這裏說 自由不等於放縱 基督是叫我們有自由的 沒錯 但記住自由不是有放縱 自由就是你可以 不做這些事情的自由 不是你什麼都做的自由 你們既是無教的面 應該把舊教除淨 好使你們成為生團 因為我們如雨節的月 高揚基督已經被殺獻 容許我代替了 不如用法模 不要用法教 好嗎 有些食物如果你有少少法模 真的你清除了它 都還可以吃的 大家明白我講什麼 有些食物發酵了才好吃 有些食物它有少少法模 你真的清除了它 或者芒果去壞 你批了它還可以吃的 但是要批得乾淨 正如癌症 這些教育就等於癌症 有些教會都有這些問題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是什麼意思呢 它會影響正常細胞 它會擴散 最終連你的主體都會被消滅 這一種就是教 或者是有抗散性 不要抗散性的描寫 或者是法模 法模你割出去沒有問題 但是雖然我們要清除乾淨 好似我們那個基督的高揚 聖結完美無瑕 因為你獻祭給上帝 你都是找些完美無瑕的揚膏 高揚的意義就是這樣 所以你怎可能有些這樣的事呢 所以我們守者節不可用舊教 又不可用惡毒邪惡的教 只用誠實真正的無教餅 無教餅的意思 那時候的援祭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雖然是一個儀式法 但是它的象徵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要我們知道 我們就要好像無教餅那樣 要完全沒有那種舊教 完全全好像一個 聖結乾淨純潔無瑕的高揚獻給神 我們都是一種輕鄉的祭物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 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此話不是指 我稱為弟兄 是行淫亂話 貪囊話 拜他像話 欲罵話 罪酒 勒索者用的人 幫他相交 我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 之前寶羅里是因為 因為彼得不和愛幫人吃飯 你就罵他 現在你又叫別人不要和那些人吃飯 有些少少不同的 那時候是說得救前的門檻 現在說的是已經得救了 那時候是說得救之前 你不應該這樣區分 基督的確是無條件 不用錢 亦都是無條件 大家都可以 但你得救了之後 你應該有聖徒的體堂 如果那些人再是這樣的 你就不要和他吃飯了 清明了 這也是次序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小心應用 當然你成為教會的聖徒 你如果做過那些事 你再和他交往 很容易讓他有壞影響 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 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嗎 至於愛人有神審判靠門 你應當把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這裏就是說 跟他審判教外的人關甚麼事 最重要是保羅是針對自己 那班信徒 不要再有這些行為 第六章第一節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 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 不在聖徒面前求審 豈不是聖徒要審判世界嗎 若世界為你們所審 難道你們不配審判者最少的事嗎 豈不是我們要審判天使嗎 何況今生事呢 這裏中間 保羅中間又有很多紛爭 很多紛爭 甚至有些外人 咦咦咦咦咦 有很多外教外人 或者不屬於教會 或者不信的人 去對這班信徒的行為 中間相爭的事 指指點點 又或者埋堆 歸邊 加一把口 保羅在這裏說 為何我們教會的事 自己不可以處理呢 是不是 這些其實 正經過很多教導 教導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事 是不是 既是這樣 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 是派教會所興悍的人審判嗎 我說者說是叫你們收拾 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判 弟兄們的事嗎 所以很多時候 應該審判就不審判 不應該審判就多多聲氣了 應該用愛心說實話就不說了 不應該那時候又是非多多了 所以你產生很多這些問題 這裏就看了 你們警示弟兄與弟兄告狀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是不是 這樣容許我說 那就有點醜了 即是你自己教會的事 你自己處理不了 你要外面的人去 架白後裏先 始終外面的人 他們未必有一套 和我們在教會裏面的 當人設物的一套準則 因為我們是基於聖經 他們不是的 他們基於他們的智慧 所以你用他們的智慧去 處理教會裏面的問題 就更加大問題了 於是你們彼此告狀 者已經是你們大錯了 為什麼不寧願受欺呢 為什麼不寧願吃虧呢 你們倒是欺壓人規負人 況且所欺壓所規負的制是弟兄 不單止淫亂 還要互相自責 互相告狀 亦都有很多不平等的情況出現 因為你知道大教會 不是個個都有錢 不是個個都有權 不是個個都有知識 在一班這麼多人的教會裏面 難免有時會出現一些規負欺壓 有些你不埋堆 你人叮單磅 沒有人支持你 你說的話當然是沒有人理睬你 都出現這些很政治化 人事化的情況 在教會裏面的 第九節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國嗎 這些事情都要再三提醒 是不是 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 大偶像奸淫作戀同親男色的 偷竊貪男醉酒欲罵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你可以知道這一堆問題 在性方面出現很多犯罪 奸淫方面很多犯罪 偷竊貪男醉酒欲罵勒索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裏講到當年 教會都很受這些影響 始終希羅文化 在貼索羅尼加教會也要提醒 這個是試探引誘和衝擊大的 第十一節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事者一樣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 成性清義 三樣東西 第一關就是要洗淨 靠主耶穌基督洗淨你的嘴 接著就是成性清義 三個階段 要完成三個階段才真真正正是 得救那一關 第十二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總受他的核製 食物是土福 土福是為食物 但神要叫者兩樣刀廢懷 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 為主主也是為身子 這句都是一句金句 是真理也都可以放諸 幾時用都可以 什麼事都可以做 事實上是 但不是都有益 不要整天問我們基督徒的事 這樣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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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練儒家行不行 玩喜功行不行 基督徒吃不吃得豬熊 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廟裡吃齋 很多問題 我想問一下 無論你以為自己的答案是對 或者你覺得自己是很有 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 但是問題 我們要處理的 是否要有一個答案 我問你一樣 那些事你不做行不行 飲酒行不行 聖經那裡又說飲酒 耶穌都隨便走 這裏一會兒 以乎所書 又說酒能使人放蕩 即是怎樣 這樣就一句 你不喝行不行 是否一定不喝 凡事你什麼都可以做 怎麼不做 飲酒不行 沒有人指著人給你喝 但不是都有益 重點是 筆都有益處 所有事筆都有益處的話 其實容許我給你一個意見 筆都有益的 那些便可以不做 那你可以不做的話 那為什麼你要 找一個理由支持 你一定要做 那便不做 不做沒有損失 是不是 你不要咬飲 喝得走 那你不喝酒便死 你不喝酒會不會虧得錢 如果會便死 那你當然要喝 不用問我 但不會的 那些便可以不做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絕對說 要這樣要這樣 如果不是 那你便變了法律賽人 可以指責別人 你看看你吃這些東西 我不吃這些東西 你看看你去這裡吃東西 我不去這裡吃東西 那你便變了律法主義 所以基督的福音 是叫我們自由 是不做也可以 不用說那麼多 玩玩 玩玩得 練不練得瑜伽 練不練得氣功 那你不練 是否一定要練不練 不用死 那不練的便不要做 你有問題 你懷疑的 那便不做 如果我要說 哇 我還要找聖經 找很多東西 其實是可以的 你放心去做 或者其實是不行的 你不准做 那便有一種捆綁 你要有自由 你要自己懂得選擇 那些東西不做都行 或者不做不會死 不會吃虧的 就不要讓它 嚇制 是不是 當然 其實剛才我舉了幾個例子 我當然有個答案 但我不是用這個答案 去規範別人 變成律法主義 食物是為肚福 肚福為食物 但神叫者兩樣都廢話 有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可以吃 大家心知 有些東西對健康都不好 就算聖經沒有說明明可以 吃不吃 聖經沒有叫你不要吃煙 我以前都吃的 我都喜歡吃 容許我這麼說 但是問題 不是因為吃煙 聖經說不行 所以不吃 是因為這件事對身體不好 可不可以這樣想呢 你基督徒要吃煙 聖經又說基督徒要吃煙 基督徒不吃煙 但又做很多其他壞事 那便變成不吃 這件事去批斷的人 便會發主意 但是你要明白 那些東西如果對身體沒有益 不吃都可以的話便不吃 但是有些東西越吃越多 那些東西便危險 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了 神已經叫主復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叫我們復活 神叫耶穌基督復活 神也叫我們復活 復活就是一個新的生命 好沉 這也是真理 因為一個復活的意義 就代表我們成為一個新做人 你那些舊的習慣 舊的嗜好 舊的喜好 舊的生活 你應該不會再捆綁你了 你應該真的可以選擇做還是不做 況且那些不做是沒有損失的 那為何我們還要執著 還要逼它合制 所以呢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 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窗記的肢體嗎 短副不可 第十六節 豈不知與窗記聯合便是與他成為一體 但是因為主說 以人要成為一體 這樣就簡直說到明白了 不用說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做這些事 這裡講得很清楚 就變成要與那個人成為一體 但是與主聯合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正如我們受洗歸入基督 我們與主都是合一了 我們應該與神都成為一靈 大家想的東西一樣 大家不喜歡的東西都一樣 這個就是分不分辨到你是否真正得救過基督徒 或者你是否正在走一條清易成性的路 的一個信徒 你們要逃避任行 你可以看到哥林多教會是很淫亂的問題 很嚴重的 不單止與繼母 與窗記 可能自己會口之間也有類似的問題 人科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就得罪自己身子 行淫無果否認 保羅經常這樣提 是最明顯敗壞身體的一個罪 但是如果我們這裏廣義來看 其實任何分外的性關係 無論你與誰 與繼母 與窗記 其實都是很嚴重的罪 起不知你們的身子是聖靈的電嗎 正如我們不可以有壞習慣 敗壞我們身體的電 明知對身體不好 你也敗壞 你不要問我喝酒 你自己想 凡事都可行 就是不到有益處 而不到有益處的東西 就不要被克制了 因為你們是用重價買來的 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但我們很大的目的 我們的人生的見證就是真的榮耀神 身體也是 因為身體是神創造的 我們身體你想想多少錢 我也舉個例子 用一億買你的眼的手 那你說我們的身體值多少億 是不是無價 那些人不要再說自己的人生沒有價值 你看神投資了多少在我們的身體上 多少器官 有錢都買不到 有錢你也換不到 那你說我們是否要很珍惜我們這副工具 那哥林多前書六章 我們暫時看到這裡 那之後還有十章 我留下個星期 我們就希望可以 都在九十分鐘以內的時間 完全分享出去 因為我都不想太沉悶 令大家對這卷書沒有興趣 其實我們應用哥林多前書的教訓 在今天的教會裏 我們都要小心注意 當時保羅面對的處境是怎樣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當時的背景是怎樣 加上保羅的心境是怎樣 求神給我們有智慧 好嗎 今天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